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的焦点 市长谢国良感谢大家的关心 他说会更努力做好借用市政的工作 针对公民团体发起罢免 基隆市长谢国良首度透过媒体公开 他一贯的态度与观点 同时也谢谢大家的关心 对 我在这边要特别跟大家来说明 我们至始至终都不赞成罢免这件事情 不管是我本人或者是其他的公职人员名义代表 我们是不赞成 而且是反对罢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可能各位要了解 我对于这件事情一个标准以来的看法 从过去到现在其实没有改变 那昨天的确因为现在外界有非常多的人 关心国良的情况以及基隆的事物 所以我们会用守护基隆 当作是我们未来的一个主轴 来把我们的市政论述好 那今天就来告诉大家 我们基隆将会成为一个音乐城市 不但有好的演唱会 也有好的音乐空间 所以我们不会去做任何伤害 基隆情感的一些情况 要跟所有的市民朋友 跟所有的媒体朋友 做最清楚的论述 媒体也询问 前立委高嘉瑜有意回来基隆参选 市长谢国良表示 他对这个议题不特别回应 目前可以看出来 全国媒体对于基隆的罢免议题相当关注 记者会上一整排满满的新闻摄影机 来到基隆采访 也显示目前基隆的声量跟热度相当高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邻近基隆与新北交界的龙胜国校 被家长诟病 这个校门口的围停很严重 孩童与车辆征道 险向还生 经过多方面的合作 推动全新的通学步道完工 让孩子居民走起来更安全 妈妈要来这 我们享受他怎么来 下课了 放学了小朋友开心走出校门口 家长在门口迎接 其他学童走在通学步道上好安全 但其实在半年前 学生走路上下学 可是危机是福 车它怎么开它不知道 所以比较有安全问题 现在这样子小朋友走上面 就比较没安全问题 以前是比较伤 沒那麼寬 沒那麼 沒那麼舒適 現在很好 乾淨很好 還沒有人行鑽用道的時候 我們站在路口 那你就是要一直眼睛盯著它 像監視器一樣 看它走在邊邊的時候 會不會擦撞到車子 因為你畢竟沒有一個 高起來突起物 你可能要一直看著它 隆盛國小校門口周邊 原本是電線桿 妨礙通行 私人熱車桶占用道路 車輛停放路邊 讓行人和車輛針道 經過改善之後 校門口設置了通學步道 還畫設旅班馬 學童上下學更安全 然後現在有坐熱等行道 不僅讓學校更漂亮 然後也讓我們的安全有保障 可以在其他校園內 事情是更好的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人行的專用 倒是對學生的保障 因為這就是 你機車怎麼不可能騎上來 或汽車 因為它畢竟是人行專用的 不過通學步道 能夠這麼順利 全仰賴安樂區公所 市任府公務處 里長和地方居民 大家齊心合力 克服種種困難 除了強力溝通 拆除佔用汽油的違建 周邊環境變得更乾淨 當我來到這個學校的時候 我發覺以往我們的上學之路 是不安全的 小朋友都需要跟人車爭道 險象還生 那我們跟區長做反應 我們區長首先去解決 佔用馬路的人行道的問題 他把那個違章建築拆完以後 他又繼續詢問說 學校還需要什麼 那區長非常負責任的 跟公務處做協調 我們做了這個人行步道 那也很感謝我們所有的居民 體諒學校的需要 犧牲了一些以往的停車空位 讓我們建成這個安全的上下雪之道 我現在發覺我們的阿公阿嬤 送我們的小朋友 只要送到人行步道 他就認為安全了 以前這條路是被人家佔用 現在就是市政府跟區長跟公務處 幫我們開通人行道 行人安全 小朋友又安全可以上下課 是長久以來很多的道路 他其實是有路間的空間 民眾拿去當免費的停車使用 那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跟地方協調 怎麼樣在供需平衡的狀況下 讓民眾有地方停車 而道路也能夠建置 涼草的人行環境 讓孩童大人長者 能夠通行的安全 我們也在去年度 把相較在前一年度 110年度的行人的照 事故的比率降了33% 34%降了非常非常多 將近三分之一以上 所以我們就是 為了就是要給孩童 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龍森國小通學步道完成 區公所地方居民齊心合作 成了程康案例 市政府計畫推展到其他學校 包含後續我們跟公務處 跟教育處這邊的合作 目前正在執行的案子 一共有15個學校正在執行 那其中有一些部分 已經在辦理工程發包 那有一些是在設計的階段 那大概未來我們也會朝著 就是以人為本 以學童安全為最中指的這個核心 來去進行這個人性環境的建置跟改善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其實中央就已經有編列預算 讓我們教育處申請的這些學校 可以來進行工程 那今年也會發包事項 那我們現在是期待說 在各校的這個通學步道的工程 能夠順利 那以及如果還有有需要改善的 學校的部分 教育處也可以儘快可以列出來提報 讓我們的學生跟家長 在學校通勤通學的這個過程中 可以更加的安全 通學步道改善完成 學生上下課不再與車爭道 家長能夠放心 悠閒散步 提升了環境品質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再帶你來看暑假一開始 基隆市區大學攜手名傳國中 展開了一場舌尖盛的閱讀活動 將閱讀海洋知識與烹飪食作 巧妙結合 衛生八年級的學生們 帶來了豐富的學習體驗 那個是他的胃十米 海大養殖系教授解剖鯊魚 帶孩子看見鯊魚構造 與能食用的部位 最後製成鯊魚丸子 進階到香露料理 他們可能在餐桌在便當 或者在餐地裡面有吃過這個料理 但他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從食物的原型 就是我們從食材介紹 然後讓他們知道怎麼樣去處理食材 然後怎麼樣去調製自己喜歡風味的魚漿 然後最後一步一步的把它組成菜捲 或者是苦瓜蜂 那這樣子同學第一個 他知道這些食物是怎麼樣形成或產生的 那另外就是他也會知道說 其實製作或取得食物不是那麼的容易 那甚至他也可以在假日的時候跟家人一起去採購 然後一起去料理一起去享用 我想這是我們設計這門課程最主要的目的 從飲食開始 聯繫家人的情感 進而了解基隆食魚文化的特色 很多功夫菜就人翻上桌 其實我們對於食物不只是吃飽 那我們還利用食物去比如說展現在品嘗時候的風味跟樂趣 那甚至展現自己的品味跟對於生活的態度 展現飲食文化底蘊是這一堂舌尖上的閱讀 要帶給孩子們學習的議題 基隆社區大學邀請海大教授進入名傳校園 探究在地食魚文化與食作 能夠用很活潑的方式讓孩子視魚懂魚吃魚 所以我們希望說透過這一堂文化 能夠打造一個永續的海洋城市 那也讓食魚文化能夠向下扎根 讓海洋資源永續也讓食魚教育落實 暑假第一天就投入暑期學習 那今天透過我們用在地食材的引導 認識家鄉的海洋資源之外呢 也讓孩子終於理解說 我們可以怎麼樣吃得更健康 那也很謝謝社區大學做一個 十二年國教的活動 讓我們可以從食安然後食魚食農 我相信經過今天 他們一定非常的會珍惜我們的海洋資源 以及以在地基隆為榮 與在地連結 孩子們閱讀與食作收穫滿滿 從閱讀到手作食作 一開始我覺得魚漿可能就是普通的東西 裡面可能就只有魚 但是這個魚漿裡面包含了很多 你可以加麵粉 就可能會讓它的口感有變化 然後你加豬肉也會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奧妙的東西 我瞭解到就是魚腳 它的魚其實是藏在 就是在那個皮裡面 而不是它的內餡 然後透過實際的手作呢 我們的魚漿 就是也知道它是要用甩的方式 才能讓它就是比較好吃 比較有彈性 閱讀的時候可以讓我瞭解到更多的知識 就是對於魚的一些出力方法 一些認知都可以讓我收穫滿滿 而到現在我們實際操作的時候 則會讓我們看到更真實的效果 例如說像在剛剛處理鯊魚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構造 以及從中學習到一些新知識 在閱讀的時候了解到台灣的漁業資源非常豐富 後來在上課的時候也實際動手做 就可以了解到魚類它的特性 以及在裡面的內臟是長怎樣的 就是除了從事往上課後的知識 你自己動手做也可以 就是真的非常好玩 而且收穫很多 創新的教育方式為暑假注入了新活力 讓孩子們與在地文化產生更深的連結 同時也培養珍惜海洋資源之心 期待未來會有更多類似的跨領域學習機會 豐富孩子們的知識視野 記者蔡小君 基隆報導 另外 台電舉辦多年的暑期球類放電影 今年首度在基隆體育館熱鬧開幕 議長同職委與市府秘書等多位貴賓到場 肯定台電持續推廣運動風氣 與培育體育人才的用心 超大型的羽球 籃球 棒球等造型氣球 從台上傳到台下 全場小朋友樂翻天 相當受歡迎的台電五大球類夏令營正式開跑 參加羽球營的小朋友開心又期待 為什麼你們想要來參加放電影活動 因為我很喜歡羽球 妳很喜歡羽球是嗎 很想學羽球 那捷運 也是 我想學到就是 因為我打羽球的時候步伐有點 就是有點 我爸說有點遲鈍 就是想要讓我來這邊學得比較好一點 發球 因為我發球常常發不好 打羽毛球的技巧 太久沒打了我都忘記要怎麼打 來看一下別人怎麼打 說不定會記起來 請起訴 台電224球類放電影 正式起床 台電暑期球類放電影的開幕典禮 今年首度來到基隆舉辦 台電總經理王耀廷 基隆市議長童子偉跟市府秘書等多位貴賓到場參加 肯定台電持續推廣運動風氣 用心培育體育人才 那我也特別感謝台電公司今年選在我們基隆市的體育館 來舉辦我們相關 包含羽球相關項目的比賽 讓我們基隆的子弟 基隆的小朋友有這個空間跟機會來參與相關的活動 一個暑假的開端 我想台電這幾年在基隆市的回饋不在話下 包含我們台灣電力公司的這個營運處的門口 跟我們市政府人型空間的整合 包含現在今天的夏令營 我非常感謝台電公司在國營事業發揮我們的這個相關的一個回饋社會的效果 今天非常榮幸代表市長來參與我們台電軸類放電營的活動 首先請與我代表市長的基隆理士民 對台電營推動體育活動 還有社區部署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努力表達感謝 我們往年的這個活動其實主場大概都會在雙北 因為雙北其實學生度也多 那後來發現各個縣市其實在推動這個體育的方面 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所以我們今年是首度跨出的雙別 到了這個基隆來 那從剛開始報名的大概2000出頭的人數 到今年已經到最高的3600人 那全國大概2012個場地 我們同步會在暑假的時候 讓學生走入這個我們的學生走進球場 那一起來跟我們的球員非常真實的接觸 然後學習這些球技 那暑假不留百讓他們的人生留下美好的記憶 正式開跑的暑期球類放電營 台電也特別邀請多位國手級明星球員 和教練團親自指導 今年在全國八縣市 共舉辦12場次 期待帶領小朋友們 度過快樂又充實的暑假 記者 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在電影來看 真兵國中推出了畢業文創市集 邀請畢業生一起到校同樂 相信每個人都曾經期待過自己學生時代的畢業典禮 但是畢業典禮過後 大家就各自解散了 現在就有學校推出畢業文創市集 邀請畢業生一起到校同樂 許多學生期待的畢業典禮 不僅標示著一個重要階段的結束 同時也是新生活的開始 而畢業典禮也是師生能齊聚一起 彼此道別鼓勵的時刻 校方總希望在這溫馨時刻 能為學生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基隆市政兵國中就首創畢業三部曲 希望為畢業生留下最獨特的國中回憶 我們希望能夠給這一屆的畢業生 有非常難忘的畢業典禮 其實不只畢業四級 我們學校的老師為同學準備了畢業三部曲 我們的第一部曲是畢業露營 那第二部曲是畢業戲劇場 那這個畢業四級是我們的第三部曲 那我們想因為在假日可以讓同學的家長 可以一起來參與 然後也結合社區 讓社區能夠更了解正兵國中 來看看正兵國中這麼一個優美的校園 正兵國中的畢業三部曲 最特別的莫顧於畢業四級的環節 在畢業典禮結束後 再將已離校的畢業生們 迎接回母校參加四級 讓學生們可以一邊逛四級 一邊待在學校聊起過往趣事 還能透過與現場攤販交流互動 來探索自我 因為我們正兵的孩子文化刺激比較薄弱 希望讓他們看看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然後這世界有不同的樣貌展現他自己 引進了許多基隆在地的一些文史工作者 或是文創或是一些手工藝 帶給畢業生一個莫名的這種無法形容的一個難忘的回憶 是一個蠻創新的活動 將來可能可以各個學校一起聯合辦一個 可能更大型的四級這樣 畢業典禮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儀式 代表著學生完成學業旅程 並邁入新的人生階段 不管畢業典禮的形勢到底如何 都包含著學校老師與家長對孩子的滿滿祝福 記者 高維成 謝怡佑 吳定謙 基隆市中正區採訪報導 請見到üs尋 4等待員 多數公元 這段劉表 豪廚舊磚路整坪 基隆骑楼更好走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我们下半年在爱山路 原山路庙口商圈的附近 来推动骑楼整坪 让行人更方便更舒适也更安全 骑楼整坪有爱通行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临近基隆火车站的基隆转运站 七备一号将要启用哦 想要去搭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的民众 赶快follow me 要搭成国道客运的民众 可以从中一路上火车站南口 对面的转运站正门进入 直通后车区域 也可以从旧火车站旁边 这个大顶红下方进入 搭电梯或走楼梯到后车区域 如果是下雨天 也可以从火车站南站 经过街舞空间这个连通道 来到大顶红下方 再利用电梯或楼梯 就可以到达国道客运后车月台咯 这里有国光客运 泰勒客运 汉网士林 及内湖客气园区方向的 各条路线客运 如果民众想要搭公车 就要去转运站外面 新落城的市区公车后车亭 民众可以进转运站 再步行到外面的公车后车亭 或是从火车站北站 经由楼梯 通往公车后车亭 这里的后车亭 可以搭乘施工车 前往太白庄 姓毅 中正和安乐 长庚医院的方向 祭荣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 以祝生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赌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督众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金融警方围捕一群飙车族 当场查扣好几辆改装车 其中还有电动车 拼装成蓝油车 金融百福车站前 引擎轰隆巨响 入口处有三辆机车排排站 一下子冲出狂吹油门 不仅闯红灯 也没有戴安全帽 直接在马路上狂飙 严重影响到安宁 大批远警查获四辆拼装车 有两辆甚至是电动车 这样改装上路真的很危险 本分局继23日破获电动机车 Gogoro违法拼装成引擎 燃油之机车后 向上溯源追查号召 拒重飙车之23岁 陈姓犯贤 居提两名犯贤到案 当场再查扣两台涉案车辆 警方查获到这间业者 利用报废电动车的车体 装上报废燃油车的引擎拼装 并将测试结果贴上网 来宣要改装后的功能技术 全案依违反刑法 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 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 属其将至 警方呼吁民众 误任意改装车辆 迫于道路上禁止 本分局将持续 针对改装噪音车及飙车行为 强势直靶 拼装车可以开罚 3,600到1万8千元罚还 如果改装消音器 更可以罚到最重3万6千元 这样的行为不但触罚罚钱 更多的是安全疑虑 记者 王少明 基隆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挂在基隆市议会议长室内 基隆版的亲民上河图 出自于现年23岁 年轻女设计师兼画家的李庆 记录当代的基隆市民生活方式 建筑以及著名的经典 大家好 我是李庆 在这边看到在画画的这个人就是我 那很高兴议长可以邀请我来画这张 挂在迎宾室的基隆三十六景 眼前这位现年23岁 充满朝气活力的年轻女设计师兼画家李庆 就是这幅高挂在基隆市议会议长室 会客室里面 被称作基隆版的亲民上河图的作者 充满创意的他不吝啬 让自己客串一下 把自己也画在画里面 而这幅基隆三十六景 其实有一个很有趣又困难的挑战 对就是要我们要把基隆这一个城市 它所有精彩的景色全部都容纳在 这一个450公分乘以150公分的平面的画面里面 对所以其实可以看到构图里面呢 很多景点它的角度其实不是共用一个透视 它其实是经过设计的编排 然后把它拼接在一起 然后都把它最有趣最有辨识度的那个角度 就是传递给观者 对不只基隆港口景色 也有基隆庙口以及著名的庆安宫妈祖庙 委托行中正公园天鹅洞 以及海科馆等包括基隆著名的景点地景庆典活动 总共36项足以代表基隆市的景致 都浓缩在这幅基隆版的亲民上河图里面 要画出这幅450公分乘以150公分的巨型压克力画非常不简单 李庆说因为画实在太大 他足足跪了两个月来完成这幅画作 这幅画的尺幅太大了 那我没有办法说 在家里空间没有办法挂在墙壁上 我只能把它平铺在地板 那我就是用跪着的方式来一笔一笔的把它画出来 对 对 画到齿神经麻掉 然后后来就有去打针 那休息现在也比较好 所以是可以画下一张哦 这幅36颈它是用压克力来画成的 那其实压克力颜料 它也是一种可以厚涂的一种媒介 只是它是相对更快干 然后在我的使用上 我会觉得它的颜色比较饱满 然后搭配上呢 我是使用胚布去绘制 就是说我没有另外去做打底 或是买现成的画布 就是用很粗糙的表面 上面就直接上了压克力 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故意 让它这样呈现一种基隆的粗糙 或者说深层 比较深层又饱满的颜色 所以这个视觉 想要呈现的风格跟媒材都是特别为了呈现基隆的感觉 所以去设计的 李庆非常感谢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的赏识和信任 以及建议让他自由创作这幅画 可以画出充满基隆味道的36颈 介绍给来自国内外的贵宾们 在会制的时候 我有特别去观察我们基隆的 可能是铁锈的颜色 海的颜色 或者一些地面气味的颜色 要怎么样用颜色把它表现出来 然后所以这次才有特别的用心 然后希望大家在观赏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说 这个颜色好像蛮有味道 蛮有一个基隆这个城市的韵味 议长童子伟表示和李庆认识在上一届 还在担任议员时期 李庆当时还是大学生 但是看中李庆这位年轻人 满满的创意和能力 几个月前特地邀请他来画这幅 名为基隆36颈的压克力画作 也让童子伟非常满意 我的想法是画一幅基隆的一些地图 让我方便可以介绍给我们的外国的来宾 或是其他县市的长官好朋友 可以方便介绍我们基隆 那我就想到了这个 我在上一届担任议员的时候 我认识的这位小朋友叫做李庆 那时候他读大学 他来找我拍一个收纸的一个影片 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天才 因为他有得奖 他去参加世界级的比赛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来这个再邀请他 在我们的一掌室 来放一幅这个我们基隆的 这个属于我们自己专属的地图 那因为它是我们非常重要地方 创生的一个环节 我们一直以来 就是希望我们在地的年轻人 有机会在地可以发展跟发挥 所以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帮我们画一幅 这个很不错的画作 事实上成果证明了 外宾来都为之一亮 那也把我们基隆的36个景色 非常重要的景色可以凸显出来 而且有带来一点趣味 然后也把我们的文化历史 还有我们的文化底蕴 都放在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现 那也谢谢李庆 愿意我们提供给我们 基隆市议会这么棒的一个画作 让我们来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国宝级宋朝绘制的清明上河图 由故宫收藏享誉国际 而被称为基隆版的清明上河图 则是在基隆市议会议长室会客室里面 作者李庆很谦虚地表示 非常荣耀 感谢大家的赞美 首先我很荣幸 然后也觉得很开心 大家有感觉到 我想要传达的这种 记录基隆当下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他生活的样貌的这一个意图 其实这恰恰就是基隆36景 想要传达的 也是希望说透过一个画作可以把我们现在的生活景象可以记录下来 虽然绘画方式历史价值完全不能比较 不过意境内容是类似的 同样是记录当代基隆市民的生活方式 建筑以及著名的景点和地景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a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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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